肖战真是天生的一番大男主 一路走来古装风神 他是陈情令中的魏无羡 他是斗罗大陆中的唐三 他是朱仙中的张晓凡 他又是射雕英雄传 侠之大者中的郭靖 很难想象到 肖战是怎么做到的 飞客班出身 出道近五年 他的成绩已经让很多人望其向背了 果然每一份努力都不会被辜负 肖战你真棒 作为本世纪第一部金庸院线大电影 官宣之后引发各方关注 知名大导点赞评论 各大官媒纷纷下场转发 连金鸡百花电影节也在期待中 如此热闹的阵仗 实在是太少见了 看了中国电影报道的专题报道才知道 肖战这电影有多么的顶 六公主还特意播出了徐克导演的电影 这一波热度蹭的可以啊 嗯 六公主是懂热搜的 国内观众期待到飞起 愤不得分分钟就让电影播出 海外观众也不甘示弱 最帅版郭靖这标题一出 光明日报这点击量搜搜上涨 金鸣加徐克加肖战这个组合 太让人着迷了 有人质疑有黄日华等前辈的朱玉在前 肖战能突破吗 你就放心吧 怡灵老祖辈无限 斗罗大陆的唐三 朱县的张小凡 哪个不是经典 肖战让人失望过吗 经过三年的话剧磨练 演技更加精进的他只会更好 突破 超越这种词 小新不会刻意回避 但未免给肖战带来麻烦 几乎很少使用 小新只能说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郭靖 郭靖们真的无需比较 除了演员阵容 网友最关心的还有剧情 为了满足大家的好奇心 小新搜罗了最热门的说法 供大家参考 《射雕英雄传》是金庸诞辰 一百周年限礼剧 上映日期大概是2024年11 投资成本高达4亿 影片会以徐克最擅长的3D模式拍摄 演员阵容方面 除了肖战还有重磅巨星加盟 幕后团队都是多次获得金像奖的老江湖 从备案看 《射雕英雄传》 《侠之大者》涉及到的情节 是原著后五回 大军西征 从天而降 锦囊密令 是非善恶和华山论剑 改编空间很大 更适合编剧发挥 郭靖一生首相扬四次 电影拍的是他第一次首相扬的剧情 这是原著和以往的影视作品 都不曾描述过的全新故事 郭靖和成吉思汗决裂 他怎么面对曾经的战友 如何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保护故土 以往的射雕 多聚焦于郭靖的成长史和恋爱史 这个电影直接展现 最巅峰时期的郭靖 为了家国情怀 发挥他的武力值和军事才能 再小心看来 从某种意义说 乔峰是悲剧版的郭靖 而郭靖是不拧巴版的乔峰 戏剧性非常强 家国情怀很纯粹 一生求人得人 一想到全新的郭靖大侠 降龙十八掌 和九阴真惊的武力值 心里就非常的激动 不落俗套的剧情 才有创作发挥的空间 这就是肖战选剧本的聪明之处吧